哈喽你们好,我是小杰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新上架的点券礼包A车 无风临刃的抽奖视频 不要问点券车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但凡它只要是点券车,都是值得入手 毕竟点券都是可以钢出来的 加上最近的点券车也是比较的少 所以说很多人都已经存了好多点券了 就是没地方花 很多小班应该也都知道 抽这个点券礼包车一共是要花上多少点券 全部算下来的话是一共要花上1272个礼包券 换成点券也就十多万左右 这一辆车的定位是属于实战的 它的特性是超越或者被超越的时候 有65%的概率触发特性 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 如果说这辆车做不到一个混子 那么它在实战中也很难混下去 毕竟机甲车出来了嘛 一下子就能把它甩得远远的 可能抽这样的车大部分是因为它的颜值 或者说只是要来收藏一下 如果你们想看这辆车在高端局实战到底强不强的话 那么后面呢 我会发那么一期视频给大家看看 最后这个礼包车呢 也是直接吃了保底啊 全部抽空了才把它给抽出来 真的是太黑了 好 好 谢谢大家